常常在看电视剧时,会有一个男性看到美女时就会流鼻血的夸张情节 可好断断的鼻子真的会突然流血吗? 本着好奇心,今天想跟大家一起探究一下流鼻血这回事 这一切都要从鼻子的结构讲起 鼻腔内的粘膜有很多小血管,它们不仅分布密集,还很敏感 狭小的空间里,粘膜又很薄 一旦周围的环境变得干燥,血管就会变得格外脆弱 只要稍微一碰,血管就很容易破裂,导致流鼻血 除了气候干燥外,外界的击打,心血管疾病,鼻子相关的炎症,肿瘤等 都可能会引起鼻出血 譬如长期患有高血压病的患者,会促使血管的硬化和催性增加 流鼻血的风险也会大大提高 那么,回到一开始的问题,男生见到美女真的会流鼻血吗? 从科学角度来说,男性一般见到美女时,体内肾上腺素分泌会加速 这会使得他们心跳加速,毛细血管不断舒张 尽管这些会加快血液流动 但并不至于让人流鼻血 所以影视剧中这么呈现,只是一种夸张的表现手法 大家不用太当真 虽然影视剧是用了夸张的表现方式 但不得不说,现实中男性比女性确实更容易流鼻血 首先是因为缺少磁性激素的保护 中华耳鼻咽喉头颈外科杂志曾经提出 女性的磁性激素有利于保护鼻腔黏膜 在50岁以下出现鼻出血的人中,男性明显多于女性 其次,男生烟酒爱好者更多 烟中的尼古丁会导致鼻腔黏膜缺血,变得干燥 进而导致鼻出血 而且长期过量饮酒,还可能造成顽固性鼻出血 因此,在抽烟喝酒的人群中 男生流鼻血的比例明显更高 当然,不仅男生 儿童,老人同样也是易流鼻血人群 因为儿童喜欢挖鼻孔或容易磕碰到鼻子 都会冲击到原本就薄的鼻腔黏膜,导致流鼻血 而老年人相较于其他年龄段,血管更脆弱 所以更容易因患高血压,动漫硬化等病 而增加流鼻血的风险 流鼻血的正确处理方法是怎样的呢 首先,不要仰头,要前倾 因为鼻腔和喉咙是相通的 流鼻血时,如果头往后仰 可能会让鼻血流入嘴中、器官 引起恶心、呕吐甚至窒息 这个时候应该将头部前倾 腰部稍微向前弯曲 用拇指和食指捏进鼻翼 保持10到15分钟的时间 为了保持呼吸,可以稍微张大嘴巴 如果鼻血流到口中,吐出即可 流鼻血时,最好不要塞纸巾到鼻孔里 这样容易挤压鼻腔黏膜,造成损伤 要是纸巾上还带有细菌等微生物 还可能会引起鼻腔内的感染 这时最好用凉水浸湿的毛巾或冰块 浮在前额或鼻根 通过让血管收缩帮助止血 同时,对于容易流鼻血的人来说 还要保持良好的饮食习惯 多喝水,多吃富含维生素A的蔬菜水果 比如萝卜,番薯,蜂蜜,韭菜,哈密瓜,蛋类等等 这更有利于鼻腔黏膜组织的自我修复 如果是普通流鼻血 只要按上面的方法即是止血 平常保持鼻腔环境湿润 一般来说就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可如果除了流鼻血 还伴随这些症状 就可能是身体发出了疾病警报 像是打喷嚏,嗅觉退化,偏头痛 淋巴结肿大,听力减退等 则需要警惕鼻咽方面的疾病 如果出现一侧鼻子痛气不好 眼睛中间下方到额部区域出现疼痛感的话 要检查是否鼻中隔偏区 如果鼻子出血很猛烈 出血时出现头晕,心慌,头胀等症状 这可能是高血压的先兆 如果是在咳嗽,发烧时容易突然流鼻血 需要警惕是否存在废弃肿的可能 如果是止不住的流鼻血 而且出现过全身 无论哪里出血 都可能血流不止 这可能是白血病的表现 所以,如果鼻血一流就停不下来 一定要及时查看鼻腔黏膜上的情况 如果有异常突起和肿块 需要及时到医院的耳鼻咽喉科 进一步检查 别给任何疾病有机可乘 那么这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我再来一次接下来 我再来一次 我再来一次 再来一次